看到外国人就会上全询问要不要插鞋啊 开始说插鞋的不用是2万 最后就说要收10到20万 有一队中国家庭的鞋子已经被脱下来刷了 那个先生明明穿的就是凉鞋 所以直接脱 来不及时 来不及本意 然后外边脱我的鞋我就喊了一声 反正就骂了他一下 这样插一插就说30 我只给了他5万 越南的天气很热 观光客很喜欢喝冰冰凉凉的椰子 在市区的观光景点可以看到 这种挑着扁担的椰子小贩 我最常看到的是在里德种的胡志明市博物馆外面 他们就固定守在那边 如果有外国观光客经过的话 就会跟上去搭讪 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套路 一开始他们会假装很友善 跟你说要注意安全啊 小心包包啊 小心手机之类的 或是问你要去哪里啊 帮你指路 再来就把扁担直接放到你的肩膀上 让你拍照 然后就会自顾自的开始剖椰子强度购买 问他价格呢 可能假装听不懂不回复 或是用英文说 15,000 然后结账的时候收 50,000 外国人这时候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刚刚自己听错啦 但不是 不是他们的英文发音有问题 他们就是故意的 或者是说 他要收工啦 免费送你椰子 又开始自己剖起椰子 塞给观光客 游客呢又不好意思不付钱 问的价格呢 结果就是5万 外国人呢 通常都会被价格吓到 但也只能无奈付钱 这一次呢 我也出了外景 冒着危险 深入敌营 走 一起去看看吧 哈啰 我现在在胡志明市博物馆的旁边呢 想要来实测一下 这一边的椰子小伴 到底怎么载观光客的 我今天还特别打扮的 比较像观光客一点 我还穿上了球鞋 带来一本旅游书 这样有看起来像观光客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吧 走 这里已经看到椰子小贩 接近观光客 提醒他们要把手机放到口袋 运营 运营? 正好 就开了 打开了 最后 你走 好 是 中火 你走 你走 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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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你去哪里? 台灣 我買了芋菜 芋菜? 是的 多少錢? 150$ 150$? 150$? 150$ 50$ 50$? 一芋菜就50$ 50$? 同樣 50$ 是的 很貴重 很貴重 我先去芋菜嗎? 是的 這是胡志明市博物館 今天外面的小販超級多 有兩個賣椰子的 大概有三四個在刷鞋 剛剛已經看到有一對中國家庭的鞋子已經被脫下來刷了 那個先生明明穿的就是涼鞋 為了不讓他們懷疑 我還是買票進來了 胡志明市博物館 她開始要35萬 我說太貴了 她說30萬 我說不給 然後她說20萬 我就不給 所以她剛剛是直接脫你的鞋嗎? 對 直接脫 天啊 我都來不及 然後外面脫我的鞋 我就喊了一聲 反正我就罵了她一下 然後她就走了 後來有給錢嗎? 我只給了她5萬 5萬 對 他們一般都是要20萬 對 跟你要了30萬 就這樣擦一擦 就說30 35萬是多少錢 大概要100人民幣了 後來她就要到20 我說不行 後來她問我要10 我說沒有我是只有5萬的 然後她就很生氣 我說我只有5萬 你愛要不要 所以她們沒有先報價給你 對 就是直接呢 她就拿來找她 她就看到是其他國家的人 我們買椰子 她上來就給我們 那椰子能買椰子買多少錢? 就44人民幣 就15萬兩個 15萬兩個椰子 很貴很貴 很貴 一般路邊都是1萬5 剛剛她問我 她跟我報5萬 你們是15萬兩個 我們是看見她急進我們 對 對 她的套路就是這樣 就是套路 她就是先跟你說 哎呀你要小心包包啊 然後小心什麼 覺得很友善這樣子 你覺得她人還挺好的 你覺得人家提醒我手機 我還心裡頭 對 你就會放下戒心對不對 我們她專門想跟她買兩個椰子 哦對 你就會放下戒心 我之後就只給了她五萬 哇那裡算是比較 因為有外國人怕事嘛 因為怕他們兇啊什麼的 然後就會說 好給你 我就準備包金 你這個太牛了 她太過分了 我們在買椰子 她上來就會給你拿椰子 而且這個是拖鞋 又不是皮鞋 對 一定要踩腳 你看她摸你 你就腳都不動 然後我就拆手了 我以後看見他們我就跑 你們是中國過來的吧 嗯 十一要放假了 對對 剛過來的 今天剛過來 長鞋擦鞋 然後就把油管上的踢進去 哈哈哈哈 謝謝 哦 哦 不可以 不要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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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我一走出來的時候 旁邊的這個擦鞋的 立刻走過來指著我的這個鞋子 但是因為我這隻球鞋嘛 它也脫不下來的 所以呢 他就拿著一個小沙子 然後就指著我的鞋子上面的一個地方 估計就是說 哦幫你刷一下 幫你刷一下 我這個鞋 超新的 開始穿了第三次吧 超級乾淨的 所以他可能估計一刷 就可能要跟我收一個 20萬啊 30萬的 剛在影片裡面呢 也有看到很多擦鞋工 這跟椰子乍西呢 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很常在檳城市場附近 看到這些擦鞋工 沒想到那天去胡志明市博物館外 也有好幾個 他們手上呢 就會提一個小工具箱 看到外國人呢 就會上全詢問 要不要擦鞋啊 他們的操作模式呢 是一開始說 擦鞋的朋友是2萬 客人也同意了 結果在擦鞋的過程中呢 他就自己修補了一些地方 也沒有問過客人 最後就說要收10到20萬 超傻眼的 有一些呢更惡劣的 就會直接搶走客人的鞋子 就像那天遇到的中國家庭一樣 之前在河內有一個澳洲女遊客 被擦鞋工拉著腳 硬生生的脫掉他的涼鞋 一開始說要修理的費用是10萬 最後要價是90萬 那個旅遊客說 比他買一雙新鞋還要貴耶 如果你不願意付錢的話呢 這些擦鞋工就會開始叫囂 然後打電話叫同伙來組證 連越南本地人都害怕 所以通常都會付錢了事 這其實不是單一的賣家 他們就是一個集團 而且都已經劃分好區域了 大致就是分佈在第一郡和第三郡 統一公啊 戰爭博物館啊 胡志明市博物館都可以看到 之前有記者潛入這個組織 組織老大呢就教他 賣給本地人的價格是一顆椰子兩萬 如果是遇到外國客呢 就要迅速的把椰子塞到他們手裡 客人問起價格呢就伸出手指 一根手指代表10塊美金 五根手指代表5塊美金 老大還現場示範給臥底記者看 馬上宰了兩個觀光客 也說啊他一天的收入大概60到70萬 甚至更多 那如果觀光客不付錢的話呢 攀飯就會搶走錢包 明目張膽的拿錢 或是落同伙來 而且他們手上都有砍椰子的刀啊 外國觀光客也惹不起 就默默鼻子付錢 我有在臉書限動問大家 有沒有跟這些人買過椰子 然後買多少錢 粉絲回復的價格呢大概也是5到7萬 招數也跟剛剛說的差不多 擺明呢就是搶劫行為 很多本地人也知道這樣的狀況 但敢怒不敢言 所以大家在路上看到這些 椰子賣家和擦鞋工啊 記得千萬不要理他們喔